第六课 除夕的由来 课文 除夕的由来 在中国,人们把农历十二月三十日这一年中的最后一天叫做除夕 这一天,全家人会一起吃年夜饭,守岁 但是,人们为什么要把年三十叫做除夕呢? 传说,在很久以前,有个叫做夕的怪物经常出来伤害百姓 百姓对其恨之入骨,但是又十分无奈 当时,有个英雄叫做七郎 他英俊高大,力大无比 七郎还有一条狗,这条狗非常勇敢 无论咬住什么都不会松口 一天,七郎从外面回来 看到邻居家女孩的外公坐在路边哭 于是上前询问,一问才知道原来天真可爱的女孩被西吃掉了 七郎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杀死西 替百姓除掉这个制造灾害的东西 于是,七郎带着他的狗出发了 他到处打听西的消息,但是一直找不到他 这样,过了差不多一年 这一天,正好是大年三十 七郎来到了一个热闹的城镇 这一年来,七郎虽然没有找到西 但是了解到了很多关于西的情况 他一般在太阳落山后出来害人 到天亮前,又会逃得连影子都找不着了 此外,他还特别害怕生下 于是,七郎告诉这里的百姓 西说不定晚上要出来伤害大家 让大家今晚熬夜等着 一见到西就赶紧敲打东西 大家一起把西杀掉 太阳很快落山了 到了晚上,西果然出来了 他想吃一户人家的姑娘 被这家人发现了 于是,他们立刻敲响了家中的锅和盆子 跟着整个阵子都响了起来 西吓得什么似的,急忙往外逃 七郎的狗追上了西 并死死地咬住了他 七郎跑上前去,一箭射死了西 除掉西以后 百姓纷纷对七郎表达谢意 由于这一天很有意义 于是,人们就在每年的年三十这天晚上 仍然像那天一样 整晚不睡觉 敲打出响声 就这样一代代传下来 形成了除夕夜守碎 放鞭炮的风俗 生词 除夕 由来 农历 受碎 怪物 伤害 恨 骨 骨头 无奈 英雄 英俊 咬 外公 询问 天真 杀 剔 代替 除 制造 灾害 逃 影子 此外 说不定 熬夜 赶紧 赶紧 果然 姑娘 锅 盆 盆子 整个 下 是的 追 见 射 射击 纷纷 表达 意义 鞭炮 风俗 专有名词 西 七郎 南 终于 倒入 放入 射击 到 在 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